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去 这么多 你能吃太乐行了 那我不要好扯 我不客了 我再次郑重地强调 我们这是一档很严肃的学术节目 前一段时间有粉丝问我 为什么书法那么难看懂 对啊 为什么那么难看懂 其实是因为我们被老夫子给骗了 你还记得吗 当我们第一次看到一幅陌生字的时候 第一件事情是什么 十有八九就是读出来 妇女之宝 咱们要不试试先别读出来 汉字不仅可以表达意思 最关键的是还很好看 见字如见人 这就像看一个人的脸一样 你肯定第一眼先看他长得好不好看 不会问说你的脸长成这样是什么意思 所以说抛开字眼 然后再抛开这个书法的技巧本身 老夫子曾经老夫子曾经说过 哎呀 这个书法比例雄尽 飞动中见远转之妙定为高人之笔 这是跟你妈说教女朋友要找贤惠的孝顺的秦快女 你找啊 找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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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找一个凶大 所以说演员很重要 就像是咱们看一幅书法作品 如果第一眼看不下去千万别撑着 管他是什么名家 管他多么有权有势有历史地位 关键是他没打动你啊 就像是一公子特别不喜欢颜真卿的采书 我老觉得太沉重了 他像是把几十年的国仇家恨都背在自己的身上 感觉特别不开心 其实欣赏一幅书法作品呢 就像是和一个人交朋友一样 你第一眼看顺了 才有兴趣去了解他背后的故事 一公子这里有三幅字 分别代表了三种不同的人 来看看你最喜欢的 喜欢第一幅的人 你的朋友是一个高考状怨 特别乖 遵守规则 我绝不扫恋 喜欢第二幅的人 你的朋友是一个温文尔雅的名泡 喜欢第三幅的人 你这个朋友不得了 你小学的时候就认识他 而且你高考的时候不仅要认识他 还得认识他爹和他弟 他很有名 他们全家都很有名 他是文豪中的大吃货 能一口气吃下三百克荔枝 他是文豪当中的发明家 听说为了研制一种木 不想信我给你家房子的事 猜出来了吧 你的朋友就是 苏东 人问天注定 幸福无靠 打听 想知道茫茫人海中 谁会是你的另一半 而不是 想知道你的字迹 透露出你什么样的命运 一架微信 意外易数 回复关键词 命运 看看你未来会成为什么样的人 不对啊 苏东坡我知道 北宋书法四大家之首 整个宋朝写字最厉害的人 这怎么会写的这么 丑呢 苏东坡说了 我这个字很特殊啊 颜真卿那叫颜体 柳公权叫流体 我这个字呢 叫石鸭蛤蟆 这个是天下第三行书 别问我第一行书 和第二行书是什么 一公子之前已经讲过了 这个第三行书啊 是苏东坡在人生 最落寞的时候写的 寒石天 四十五岁这一年 苏东坡官场仕途不顺 被朝廷贬到了湖北黄州 一个鸡脚干嘛的地方 生活非常久过 每天需要开荒种地 自耕自食 无比寂寞 而不久前 陪伴自己从小到大的乳娘 也自然过世 这是折居第三年的一个韩世节 一人一年 苏东坡看着自己窗外的乳鸭 叼着他前飞后 那个心中悲凉啊 于是就写了首诗 自我来黄州 已经过了三个韩世节了 年年都惋惜着春天要过去了 无奈春光离去 并不需要人关心 你看他叠字的部分 最后的一个字 直接用一个点来表示 因为是手稿 所以苏东坡也很随性 一个点就带过去了 就像是一个音符一样 这是咱们看印刷字的时候 绝对看不到的韵律跟节奏 然后 今年的雨特别多 让人愁服 像是秋天一样 萧瑟寒凉 沃闻海棠花 泥屋烟之雪 苏东坡是四川人 海棠花是他们那儿原生的花 在愁沃当中 听说海棠花泄了 泥屋烟之雪 蒋屋老师曾经说过 他绝对不是在讲花 我觉得他在讲他自己 那个花跟你是千丝 牵在一起 那这两个字如果放大 是非常惊人 我觉得苏东坡领悟到 原来自己一直把自己当花 你当花你就娇贵 你就不能够下来 中国古代的人向来都很傲 觉得看谁都不顺眼 俗气不跟你玩很娇贵 苏东坡以前也这样 他的文章写得一等一等 二十岁就深圳朝廷 给皇帝看了以后 都听这是个西式奇才 这个西式奇才也不会收敛自己 过了十几年 因为一台诗案被人关进了监狱 一路从中文里放到海南 他以前多娇贵 后来一进监狱才发现 自己哪是个知识笨 行行好给点饭吃 一样是个饿了要求饭吃 憋急了要拉屎的人 哎呀 于是他开始结交 这个社会上最底层的人 和他们玩在一起 正是因为花落到了泥土间 才能不矫情 才能活出这个人生当中 更有气度的一面 然后苏东坡说 时间呐暗中通覆去 夜半真有力 夜半真有力 夜半真有力啊 你告诉我要给你学好字 严肃点 和书并少年并起虚一白 这里非常有意思 既然是草稿 难免有图图改改的部分 咱们留意看这一群 我猜他之前想写的是 和书少年子 并起虚一白 后来想一想 要强调并的部分 就在中间插了一个小字 然后他也并没有抹掉 不用的字 就直接在后面点了四个点 在这里 苏东坡的性格 得到了再一次的展现 你看咱们之前说了 严真经的既直文稿 也是草稿 写得不好呢 就圈掉 但苏东坡不一样 他只是在后面点了几个点 保留了原有行文的流畅 错了就错了 不做太多的修饰 严真经耿直 苏东坡随心 然后他说 这春江水 就像是要冲进房子 我的小屋 就像是漂泊在 茫茫江里的一艘小船 厨房里空荡荡 只好煮些蔬菜 在破灶里 用湿炉味烧着 一句话四个冷冰冰的词 空 寒 破 湿 真破 你看连破的这个边都是破的 没包住 哪里知道今天是寒食啊 直到看到乌鸦 闲着烧给死人的纸钱 咱们看纸的最后一笔 尖锐的笔锋 就像是一把刀一样 中国人做人 最忌讳的是锋芒毕露 而苏东坡 偏偏都要把锋芒给显露出来 你看这四个字 一个字比一个字 更加处理精心 从破灶到闲止 苏东坡越写越狭长 就像是一个交响曲一样 声音越来越锐利 也越来越凄凉 然后很有意思的事情发生了 你看 军门深九重 坟墓在万里 想报效朝廷 可是门都进不去 想回家乡 可是父母的坟墓远在万里 一个是君主 一个是父母 墓子很大 但是这个君子 好像躲在墙角一样 被弥补着 苏东坡一路被点 心里多多少少 还是会有一点愿意 最后一句话 简直就像是末路的绝唱 每次看到这个灰子的时候 就好像看到一个 马上就要被端进火葬 成为尸体 到这里 我们看到了一个 穷途陌路的孙东坡 有句话说得特别好 说上天通常会让你经受苦难 然后再把艺术给你 所以我觉得 好的艺术家真的特别不容易 因为有些作品要真正的出来 这些艺术家是要经受常人难以想象的生命体验的 生命体验这种事情通常是没有办法替代的 比如如果你让宋徽宗去写韩石帖 或者让颜真卿去写韩石帖 都不是这种感觉 就连在最后的拔文里面 黄庭坚也说 如果你让苏东坡再写一次 未必能写得更好 所以说咱们之前看书法 看到的更多的是法 是规则 但是咱们一直要让自己活在那种逻辑里吗 如果说 我们可以放下法的概念 让身体和心灵更加纯粹的去感觉 然后你就会发现 你并想象中懂艺术 加入全国最大艺术社群 意外艺术 一天一天提高审美情趣 为了让导演早日穿上绿裙子 大家记得 一定要举起你的右手 请点下面 别点歪了 订阅我们的视频 我好渴 不渴 不渴